好 镜头来关心体育的消息了 在2010年冬季季残障奥运会当中 一共有15个项目分布在温哥华 列治文以及惠斯勒等地 而其中台湾不常见的雪车 以及俯卧式雪车 还有雪橇这三个比赛项目 都集中在惠斯勒滑雪中心 这一位原本就是度假中心的惠斯勒 现在带来更大的商机 欧美电影里常见的单人雪橇 还有台湾不常见的单人俯卧式雪车 以及四人组成一组的雪车 这三项都是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 即残障奥运的竞赛项目 为了迎接倒数不到365天的2010年 冬季奥运会惠斯勒滑雪中心 不但在赛道上安装扩音设备 还加装了监视器做好准备 这里是2010冬季奥运会 雪车还有雪橇还有俯式雪车的比赛场地 在这里宽1.4公尺的场地之中 选手一不小心很有可能就会翻车 很长的滑道速度这么快之下 有很多的陷阱就会让你滑到墙壁上去再下来 有速度非常的快 如果在转弯的地方 你看他这墙壁有升高 你一转弯速度一快的话 会飞到墙壁上去 如果在墙壁上再转弯再下来的时候 很可能就会翻车 不只是在滑道上比速度更考验 参赛者的技巧和方向操控能力 此级赛事为惠斯勒吸引大批游客入住 为了欣赏精彩的冬季奥运竞赛 到时候2010年的2月 惠斯勒度假村将会涌入多出好几倍的观光客 到时候不只是全部都会客满 就连一般的民宅也会出租家里剩下的客房 当作是新的另类商机 这件新闻余若维 吴婷 在温哥华惠斯勒的采访报道